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个伟大的运气 是不是 知道我们互相之间怎么样创造这样的一种关系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都是一个纯级的灵活 我们都是兄弟们 所以当我在练习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说OK 如果我是有运气的 所以这有两个方面看这个问题 一个是人们做些事情 新的工作 有道理心 金钱和怎么样 我们有人说你应该做 因为你是有运气的人 所以运气是指的是成功 是不是 运气指的是你能够获得你想获得 所以爸爸 他选上我们之后 他给了我们这个任务 创造这个世界的宁静祥和 给予每一位帮助 这个新的世界正在被建立 而且你们也必须成为完美的 所以爸爸给了我们一个任务 在这个任务当中 首先我们在应用 比如说我开始应用我的思想 爸爸给了我们这个思想 一价值 我连一个想法都不能浪费 你可以做新心的服务 你可以记着爸爸 但是你也必须要有 崇高的思想 所以通过思想创造运气 或者你以前都没这么想过 但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创造这运气 就是通过思想就能创造运气 你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些活动 你们有正确的思想 在正确的时候有正确的想法 我们说 我们真的运气 我们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去思考 我的运气 就是我思考的方式 我的思想 以那种方式去思考 而我更有多种的运气 思考 是我一切事情的基础 以做一个事情 首先是 我是一个有运气的灵魂 另外一个是 我可以创造 通过这个思想 创造出我的运气 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们通过思想能创造运气 首先是一个思想 是不是 所以爸爸呢 就改变了我们的思想 我们可以创造我们的运气 然后是我们的语言 你能不能想象一下 我们想事情 做事情的方法 不仅仅是我的运气 而且我也可以帮助其他人 让他保持有这个运气的思想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思想 永远用这样的一个想法 他可以提提一个灵魂 说灵魂觉得 我是一个有运气的灵魂 我是第一名 不要想 我说 那个人他都第一了 那我怎么着 不 每一个人都可以想你是第一的 通过语言 不是我老赞美 而是我欣赏其他人 看到他的特点 看到他所做出的承诺 看到那个灵魂所做出的奉献 所以当你对其他人说的时候 你就在创造你的运气 因为你在创造着其他人的运气的同时 创造了自己的运气 之后是付诸于行动 我发现 你们所有人都应该注意到 每一步你都能够创造出这样的运气 哪怕是任何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服务 我们必须能够创造这个运气 你会说 任何一个简单的方式 你都会说 让我去做这个事情 让我来做 我们 我们知道某个人能够做什么 或许某个人他就是做着 他说 我就做让我干的事 但有些人知道 这些事得干 所以我就去干 那就叫运气 所以感觉运气 在你做事的时候 任何一个小小的机会 我们都把它看成是一个无限的机会 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创造伟大运气的机会 哪怕我是个有运气的人 我不能就在那里做 如果我在那里做一整天 我想说 我是有运气的 我是有运气 那你跟我有什么区别 我们看到了进步 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然后我说 我真的有运气 我能够做那么多的事情 有的时候 我们在想说 你干那么多事 但首先你想 我是有运气的 其他人 也可以通过做一些事情 创造运气 我们听到了 在那样班 Brahma Baba开始 任务的时候 很多人都加入进来 如果我做这个事情 很多人受到鼓舞 都会去做 他们也创造他们的运气 我在其中分享 所以 这个运气呢 是我们可以创造的 以 双向的形式 我们 一直在说 我能做什么呢 我要正确地做事情 无论做什么 我都要很节俭地 去做事情 节俭是我创造的运气 当我是那样的时候 然后我中间也 得到了信任 其他灵魂 都会把自己奉献 给爸爸的服务当中 所以 爸爸的家 爸爸的盒子 永远是满满的 这个家 能够得滋养 而且 我们所有人都会得到滋养 所以 我是运气的 这是一个意识 创造这个运气 我的运气被放弃 我是有运气的一位 所以每一位呢 都会被幻想去做的话 你就是最有运气的一位 因为这就像一个幸运福气 如果某个人做了个事 也不成功 人们说 这事让另外一个人做吧 或者在今天 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步 我们都要感觉 我是运气的 如果你以这样的方式 去思考 以这个意识 去思考 你会发现 其实生活 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 实际的生活 有的时候会有障碍到来 但是我非常运气 我一定会光荣的及格 而不是说 我有运气 我没障碍 Maya该来的时候 她还会来 但是我 能够光荣的及格 我能够管理好这个事情 慢慢地 由于你的运气 你会得到很多的祝福 因为我在这么做着 我的手 我的心 我的心 一切都是在服务当中 而服务 不管我们做什么 我们都会是很运气 我们做着这样的 各种各样的计划 我干什么 我都有运气 我们不能只是这么想 你要永远记着 所以 特大运气 给我什么活 我就觉得我有运气 给我这个事 因为我们所有的纯洁 那就是一个最大的运气 如果我保持这个纯洁 这个能量 实际上 纯洁的力量 会变成一种力量 而这个力量又增加了你纯洁 所以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安全 有意思的是 这个世界呢 是特别的不纯 比如某人说谎 这个世界就是个谎言世界 你可以成为世界的一部 但是真理是特别有力量 当你说真话的时候 你也成为真实的一位 那么真理的力量 一起做 你原来说 爱的力量 真理的力量 纯洁的力量 我们有运气的 我们都有这些 纯洁的力量 灵性的爱 所有的这一切 深深的内在的深处 因为爸爸选上了我们 因为你们已经跟他 在整个生命当中 都有了他的迹象 比如你有工作 十年二十年 爸爸说 在这儿把你最后的那一口气 你仍然可以做服务 生命当中 你最后的那口气 仍然可以做 因为我们的思想 一想就已经做了服务 这是我们的运气 所以 所有的这样坚定的思想 你的承诺 这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每一个事情 我都要以有价值的方式 去引用它 最近有个姐妹 离开了身体 他一直说 我在走了 我在走了 爸爸正呼唤我呢 爸爸我准备好了 我要走了 他开始准备 他的物质上的东西 他的那些文献 有一天 他在医院 我们给他打了电话 然后他给了一些授权去 有些文件 他突然说 还有几个事没办 所以就爸爸就呼唤我 我的没走 然后他做了 最后的安排 遗嘱等等 他做了一些事情 然后他非常清楚 哪些东西怎么样 哪些东西 给爸爸 他怎么样想帮助这个家庭 然后他一直在说 可能我还有点事没办 所以就是 爸爸这个呼唤我 这个走不着 他曾经 他以前也一直是 把一些东西 有价值的方式 去引用它 所以我很惊讶地去看 这个思想 它创造了多少东西 它有多少的一种反射的力量 让我们沉思 我必须要结束每个事情 我必须要结束每个事情 在我走之前 我必须要结束这些事情 所以他是一个 有伟大运气的人 因为他在所有的生活 都在创造了他的运气 这就是一个 有运气的象征 他整理了每一个事情 我觉得他没有任何一个事情 露下来 没做安排 所有事情他都做了安排 我都没见过任何一个灵魂 他做了这个说 我走了以后 这个葬礼会在哪儿 葬礼要花多少钱 等等等等 有个姐弟说 他要买一个火葬 那个盒子 他就买了一个 这不是那种硬木的盒子 就是很一般的那样的一个盒子 软木的盒子 也就是一个节俭的象征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体验 我们爱爸爸 纯洁 甚至说 我是爸爸的新娘 还有很多很多内在的兴奋 所以是的 我们是一个有运气的 你拉下一个长单 看到你说你是多么有运气的 但是你要再一次地去应用你的运气 你要应用你的运气 我是这么有运气 哇 我的心智这么好 我得应用它 所以运气的人 他总会在想 我怎么能够保持住这个运气 而且爸爸会给我们这样的运气 直到最后一刻 他都会给我们这个运气 去创造这个运气 所以我们属于爸爸 爸爸是我的 而且我有这样的 伟大的运气 我们唱着这样的歌 继续地向前进着 放脏着 在整个循环当中 我们的运气 我们的运气 哦 欢迎朱棣姐妹 哦 我真高兴 你说 天使朱棣 我喜欢你这么称呼我 母后但她 很周到的 像母亲一样 今天我们听到妈妈的话说 当我们有纯洁的意识 我们的行为就是纯洁的 并带给我们运气 这是一个很好的链接 在这之间 达迪古沙尔谈到 我们 有些 弱点的时候 他说 我们的意识 我们的眼光 如果我的意识 是眼光 是什么东西 行动就表现出来 那个东西 这是很自然的 如果 我的意识 是一个愤怒的意识 那 我所做的行为 带入这个意识 它将是一个愤怒的行为 如果我的意识 是纯洁的 我的行为 也是 有这种 纯洁的个性 在里 达迪 管理它 内在深处的意识 很小心地管理 它可以让自己 没有 消极的东西 从他那 浮现出来 对任何人 或者是对任何人 或者是 跟其他人有关的 尼罗伯 照顾达迪 三十多年了 尼罗说 达迪 从来没有什么 消极的思想 对任何人 没有消极的思想 他一直是 积极的 无论这个灵魂 是什么 可以是 在他附近灵魂 可以是 很远处的灵魂 可以是 和他生活的灵魂 或许是 他自己的个性 无论是 任何人 只要来到他这 他立刻 消 自己的愤怒 消失了 你们还是 爱上他 无论是 有些灵魂 救人都 有些灵魂 함 做主 这些人 esper认 为什么 感兴富 ropolis 真的 估计 因为 能不能没 不 如果有人很不高兴 说了些不当的话 达迪已经没有说什么 过后 他说我 你也不跟他说点什么事 然后一路半过后 找到达迪说达迪 他那样在这儿 你也不跟他说点什么 达迪说 他那个时候 根本就不具备听事情的状态 所以他提高自己的声音 我为什么要跟他 那么作为达迪的教练 クリシティ 完全可以平复 那个哭泣的灵魂 那就是任督导家分享 有些人知道 Brother Bridge Mohan lived in Delhi Most of his Brahmin life Brother Bridge Mohan 他们和Dadi Gozar 在一个中心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他和Dadi在一起 有很多在一起共同的做事 他说有的时候 那些长者 他们送一些 他们在送一些 分享一些 传单的时候 写上他的名字 他就挺恨恨 他说你不许用我的名字去做事 Dadi Gozar 无论他做了什么 你都不能用那样的语气 跟他说 他说这个兄弟呢 就是过了一年 这个精神都没提起来 过了一年多才回到 原来的状态 我不是说漢子说 他注意到了 他怎么样的去反映 别人的一个行为 他说我也有这个体会 他说 Dadi Gozar呢 到你这 他会很甜蜜的跟你说 我去到妈的吧 有一次呢 就是21天参加一会 然后我就觉得 我有压力 而且紧张 有一次有一个会议 她说 Dadi You should not have spoken With so much impatience in that meeting You should not have spoken You should not have spoken in that meeting You should not have spoken and more understanding 说姐妹 你在会议上 不要说一些消极的事情 也不要以你现在这个情绪 张嘴说话 我想 Dadi 真对 它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们自己要有内在的 一个境界 我们自己要很纯 很积极在张嘴说话 无论谁跟你说什么事 你也不会有泪 是因为别人说了什么 让你觉得心泪 他有这个智慧 理解 你必须先管理 你自己内在的境界 然后你才做正确的行为 不带有任何的一种 让我们看一下 让我们看一下 Dadi是怎么说的 我今天开了 平时翻译开了一个设备 所以声音有点调得不好 你是不是 我们没有被人感到哪里 我们没有被人感到哪里 我会不会在我身上的情感 我会不会被人感到 我会不会被人感到 因为某些事也会出现 我会不会说我会不会说 我会不会说我会不会说 我说错了 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的 有道理的 父母说 有道理的 也就要道 也就要道 他就要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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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道道道 是有道路的 是有道路的 但是 我们要留在这些 中心里 我们会祝福 我们在这些 我们在荣誓的 程度上 如果他 不离开 我会有道理的 我会有道理 我会有道理的 我需要的是 把我自己 坐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 那些可怜的人 还在幻想当中 事实上 你现在不责任任何一个人 如果某个人 做了某个事情 他让你对他愤怒的话 如果某个人 又在受到一个影响 你应该怜悟他 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把真我 浮现出来 那些可怜的事情 并不影响 那些在欲望 愤怒 贪婪之中 他们会受到这些影响 如果我自己 把自己放在慈悲的境界 那么我就能够给予 良好的祝愿 给某一位 对不起刚才设备了 有点问题 所以 如果我们注意自己的意识 那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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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会从当中的意识 明天 在甘露时刻 一直让你整理 用我积极的思考 对所有的灵魂 我就能够平复 他们的那颗心 用我积极的情感 对所有的灵魂 我就能够平复 他们的那颗心 在那两个五分钟 我们创造自己内心的定解 我内心的定解 我内心的定解 什么 打底说 持平心 积极的心 我才能够给其他人说 属于欧山地 我 有一个无私利他 的无限的态度 这种表情 你最重要是 优优独播剧场 你一样 你一样 你们一样 一样 你一样 你一样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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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 艺林 我对每一个灵魂 有积极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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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积极 我平复了其他灵魂的心 有积极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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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张卡片展示的是不朽的故事 周六周日 这是周六周日的活动 这个是需要在网上注册的 如果我们在佛山清线上可以看到你可以拿你的手机把这张照片看下来 HTTPtiny.cc 这是它的网址 我们可以用自己手机先拍下来过后再看 去做这个注册 一个海报 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所以很多很美各个中心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做的海报 我们也要养成习惯把我们自己本中心的和其他中心的和你看到的一些国际上的好的海报 你把它收集起来 有空学习学习也是自己的一个成长 这里呢 它在说着整个他们的一个活动 så你能不能够合在那里 sorry we are little bit we took two three days because we have to put together something and just make sure that the zoom number which was shown last sunday and it's today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so if you had taken the picture last time so please make a correction here so there's this is the number for now so this is the program specially is organized for all the relatives friends families whomever you would like to invite again there are five languages available in translation live beginning from 26th of june saturdays and sundays it's one hour program we'll have meditation visuals lessons experiences so it will be a very good service so please invite whomever you can do so and we will thank you